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795集 秦辰微微一笑 跟着侍女上前 两个人一前一后迅速地来到了顶部楼阁之中 只见楼阁中空 中间有一座高台 而高台的四周则有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房间 共分为数侧 总共也不过是百来个房间 每一间都极具雅气 极为出尘 侍女将秦辰引入到其中一个房间 房间中布置的古色古香的 淡淡的清香萦绕着 且由阵法环绕 极为私密 阁楼一侧 可看到外界古封城的场景 灯高远望 心旷深移 另外一侧 则对着中央高台 像是看台一般 环绕一圈 但是 因为阵法的屏蔽 彼此 却看不到对面房间的场景 十分的精致 公子请入座 那女子说的 将秦辰引入房间中的椅子上 各种美酒佳肴早就已经摆上了 端蒂是无比的相守 还请公子享用 若公子需要点单 可在此瓶上写下内容 我等次会送来 女子对秦辰微微一笑 而后 公身退出 秦辰环顾着四周 微微一笑 这太古区和三百年前还真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点都没变 他安然地坐下 感知弥漫向四周的阁楼 这阁楼中变不阵法 但是 又如何能抵挡住秦辰的探知呢 只见 绝大多数阁楼中都已经有人了 各个的呀 都是气势不凡 有不少武皇巅峰的枪者 安静地坐在那里 身上散发出了强横的气息 当然 也有一些年轻的天骄 也各个 具属武皇级别的枪者 但是年龄 却都在三十出头 甚至更大一些 这等人物 想来应该是附近 地级势力中的天骄人物了 秦辰拿起了酒杯 轻饮了起来 他知道 正戏还没开始呢 刷了一下 这时空心不动一闪 大黑猫突然出现了 眼睛火热地看着面前的酒水 拿起来就是 喵 他喵的 猫也我在里面等苦行僧 你可是他好 在这里大吃大喝呀你 喵 大黑猫一边说着 一边将盘子里的东西往嘴里塞着 差点都将盘子塞进去了 这太古居的东西 的确是十分美味的 光是各种材料 便是非同一半 大黑猫在骨鱼界里 哪里吃到这种东西 顿时吃得满嘴流油 满座饭菜 被他风卷残云一般的 吃了一个二斤 小子 你再多点点啊 大黑猫一游未尽 铺满地说道 就在此刻 阁楼中间的高台上 忽然萦绕起了倒倒烟雾 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整片高台之上 都开始弥漫着烟雾 秦晨他似乎看不到其他地方了 唯有高台之上 那里出现了一群白衣女子 围在一起 只能看到朦胧的身影 身材却都是十分妖娆的 秦晨眉头一挑 这一刻 他竟然感觉到全部的注意力 都仿佛被牵引到了高台之上 那里仿佛近在咫尺一般 衣角飘动 诸多白衣女子同时动 翩翩起舞 面带情杀 刹那间 转身 虽然看不到面容 但是那一双双灵动的眼眸 刹那的同时 映入众人的眼帘 竟然让秦晨的心 忍不住猛然动了动 一群女子 显然都是角色 各有疯子 环匪艳兽 而且那双极具魅力的眼睛 仿佛盯着他一般 无论秦晨看向哪个人 仿佛对方也同时在看自己 无比的诱人 嗯 喵 我靠 你小子居然在喝花酒啊你啊 喵 大黑猫眼珠子都蹬远了 手中的酒杯落下 气得胡子都竖起来了 喵 我说啊 不是猫爷我说你啊 在这骨鱼剑中 几个小妮子为你伤透了心啊 喵 竟然是来喝花酒啊喵 你说你对得起那几个小妮子吗啊喵 嗯 喵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喵 秦晨一口老酒差点没喷出来 什么叫他们男人呢 难道 这个大黑猫是个女人 真是的 我来这里 自有我的目的 赶紧回去 别影响我办事 秦晨无语的 喵 怎么被我说穿了不好意思了喵 哎呀 行了行了 你还想不想吃东西了 想吃的话赶紧回去啊 我给你多点一些 不想吃 就唠叨 喵 你还想贿赂我啊你 你猫爷我是那样的人吗 喵 大黑猫很是分开的说的 喵 嗯 记住啊 可是你说的啊 多点一点啊 里面还有很多人啊喵 别别只顾着一个人享受啊喵 话音落下 大黑猫刷的一下子又消失了 回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秦晨无语啊 很快点了不少的韭菜佳肴 送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倒是让太古居的人呢 有些震惊 这个房间里的客人是几天没吃东西了吗 怎么一个人点了十个人的量都不止了呀 当然 太古居的人呢 也只是匪测一下 这点职业素养还是有的 秦晨的目光 重新回到了高台之上 只见一群白衣的女子 舞蹈越来越性感 随着这群美女的起舞 性感完美的身躯 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偏偏舞动 水蛇般的腰致扭动着 每一个动作都诱惑到了极致 秦晨甚至能够感觉到 四周的阁楼中 传来粗重的呼吸之声 每一个人都死死盯着高台之声 而那一双双眼眸 轮流着 深情地看向每个人 让人血脉喷张 此刻 秦晨眼睛脑海中 仿佛只剩下了这一群 起舞的姿色身姿 容不下其他的了 体内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又有一股可怕的冲动 母恐 秦晨的脑海中 瞬间生出了一个念头 到了他这个势力 定力何其的强大 哪怕是天生媚体的 陈思思都魅惑不了他 更不用说是这些女子了 但是秦晨却知道 他能够轻易抵抗这些魅术 可不代表其他人能抵抗住 恐怕整个场上 能完全不受这些女子影响的 也就他一个人罢了 这些女子显然个个都修行了 极具魅惑力的魔工 每一个动作都撩动人心 让人生出冲动 三百年前 太古居虽然也有美食 美女陪伴 可是根本没有修炼 魅功的魔工 看来三百年过去了 太古居也与时俱进来 不过这样也好 这些女子应该知道的消息也更多 陪食不仅仅是陪客人吃饭 她们的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只要叫了一位陪食 便能从她口中询问到各种东西 若问消息灵通的程度嘛 这些美女啊 恐怕不比古华城的三大家族要弱多少 果然 一曲弊 一位身材窈窕的淑女便走了出来 来到了高台之上 诸位 舞蹈欣赏完了 接下来 便是我们的拍卖了 只要诸位看上了咱们太古居的任何一位美人 都可以出嫁 出嫁最高者 便可以得到美人的陪食 到时候红袖天香 美人相伴 这可是人生一大幸事 诸位能来到这里的 都是盖世天娇 英雄豪杰 英雄当然需要美人陪伴 岂能一人独隐 不知哪位英雄 想要出嫁的 女子话音刚落 秦晨便喊了起来 哪位美女是头屎 本少定下了 所谓头屎 自然是所有女子中领头的那位 无论是相貌还是武 届时都是万里挑一的 头屎自然也是所有人心意的对象 当然 每一次争夺头屎的人很多 到时候拍卖的价格 肯定也是最高的 这谁啊 还没出嫁呢 就想定头屎啊你 周围传来不满的声音 这也太嚣张了吧 还没拍卖呢 就已经预定头屎了 这是让他们不要竞争吗 哎 似乎是哪一个血缘帝国的天才啊 十六席闯过了太古通道那个 声音好像还真有点像啊 哼 这人也太嚣张了 以为我古华城无人吗 莫留心不满说道 挑动别人的情绪 这位公子 我们这里可没有头屎一说 当然 姑娘们色意自然会有高低 需要公子自己张眼哦 高台上那位风雨女子轻笑道 那我就要这一位 秦晨一抬手 嗡的一下 一股无形的力量弥漫出去 瞬间落在了一个女子的身上 将她的脸上的面纱 给摘了下来 白色面纱像是一条飞链 迅速地进入到秦晨所在的楼阁 隔空取卧 秦晨露了这一手 顿时惹来一些人的惊呼 利用真元摄取远处的东西 只要是武皇强者 无人不能做到 但是 在这太古居之中 遍布阵法 想要凌空摄取别人脸上的面纱 而且不伤到别人 更没有多少真元泄露 这等手段 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做到的 要做到这一手 无疑不是对真元掌握 以真画境之人才能做到 此人果然可怕 轩辕地骨子天才就这么强 秦晨这一手 立即镇住了不少人 但是很快的 众人又被高台上的女子 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这女子只有十七八岁 穿着着白色的冰蚕丝纱衣 身材修长 粉面淘腮的 朱唇晶莹 绝对是一位万里挑衣的美人 特别是她身上有一股清纯的气质 让人一眼就为之心动 无法挪开 哇 果然是柔物啊 众人无不暗叹一声 太古居的女子 在出嫁之前 本就要摘下面纱 秦晨这么一出手 其他女子 自然也都纷纷地将面纱退下 顿时如百花齐放 晕选人眼 个个的都惊艳绝伦 美艳不可妄物 秦晨先前选中的女子中 虽然在艳丽上 与其他人不分上下各有前就 可惜她身上 确实独有一种清纯气质 立即令她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更显耀眼 那小子眼光倒是不错啊 不少人惊讶 没想到秦晨在众人之中 竟然一下子选中了这一次的头饰 这种眼光不可谓不老了 看来那学院帝国天才也是个花中老手啊 否则岂能一下子从百花丛中选中花王所在啊 有人痴笑的 显然极为不屑 好了 还请诸位为自己看中之人出嫁 高台上风云女子笑的 那位姑娘我要了 我出三百万中品真实 有人看中头十 直接开价三百万 我出四百万 有一个声音响起 有些苍老声音带着银血 那我出四百五十万 不得不说 众人的眼光不错 全都看中了那位少女 纷纷开价 十分的热烈 本少说了 这位姑娘本少要了 你们还敢抢本少的人 秦晨冷笑一声 轰声道 本少出一千万中品真实 这一下众人又惊 一开口便是一千万中品真实 直接涨了一倍啊 这家我还懂不懂规矩啊 哪有这么出嫁的 一千万中品真实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事实上 对于武皇强者而言 一千万虽然不少 但是也不多 可这看得再用在什么地方 这只是挑选一个陪食而已啊 简单来说 是一个陪客 给男人掌面子用的 这个价格依然不低了 而且 这种竞价方式完全不讲规矩 一时间 喊价的声倒是弱了下来 显得有些寂寂 哼 目中无人 真当我古华城无人吗 一道冷横声响起 我出一千一百万 那声音冷傲 高高在上 怒对秦臣 是史家公子 看来史家公子是不满这小子撒野了 人群沸腾了起来 嘿嘿 有好气看了 就算来自薛元帝国又如何啊 这里是古华城 有虎你得趴着 那市楼你得盘着呀 有人冷笑 其中就包括墨留心 哼 一千一百万吗 堂堂古华城三大家族公子就这点底气 一次才加这么点 打发叫花子呢 秦臣吃笑的 传闻就是这史家 欲要和飘渺宫勾结 秦臣哪里还会给面子 我出两千万 他开口十分的豪爽 直接加了一千万 没办法 秦臣是太有钱了 在古余界中 得到的宝物数不胜数 别说史家公子了 就算是史家老祖前来 论财力 也完全不能和秦臣相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